沒有理應如是 我聽到一些反對派人說 中央做甚麼都可以 要講道理 是否應該這樣做 但事物如何發展 就不只是理念那麼簡單 還要講實力地位 中央這次對香港問題的處理 我覺得可以看成是一次 是奪權和反奪權的一次操作 即是回歸之後 其實中央是有一整套打算的 即是建立一國兩制也好 基本法也好 有面子的東西 亦都有底的東西 基本上我相信中央原先的想法 是希望變得越少越好 變的都是要凸顯 中國收回香港之後 香港人是獲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因為實際上英治時代 港督又是英國派 議員都未到八十年代 中國說要收回香港之前 連市政局的選舉都是有限的 所以他打算 我來到有這麼多民主的空間給你 應該做得更多的民主 但實際上 反對派是不讓中央這些安排得逞的 反對派是不讓中央這些安排得逞的 他說這是假民主來的 是欺騙香港人的 是拿來都沒有用的 他們做了一套 終極方案 非如此 都不算真民主 所以要揭穿北京政治上的虛假面具 要欺騙香港人 另外他亦利用香港的自由空間 想盡一切方法對中央的部署 劃牆角、鑽空子、審沙子 甚麼都做齊 要讓一國兩制證明失敗 現在他得償所願 中央想本來做台灣的示範 令香港人更有歸屬感 全部都落空 如果是嚴格地說 回歸初期的部署 真是達不到目的 但這些對反對派也好 對香港人也好 有甚麼好處呢 我當時在中央提議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時候 我都說 這麼難得的事 當然是代字 全世界的民主制度 最主要內容都是 選最高領導人 有得一人一票 比你當然要 即使有梁振英A、梁振英B、梁振英C 有得選擇 都好過沒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 就可以反映人民的意願 那些候選人為了拿票 都要體會一下人民的選擇 其實這件事是好的 沒有必要舉辦公民提名 要去戰爭 其實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提名 都不是普通選民 參與很多的事 變成借一個題目 就拒絕了中央這方面的讓步 這件事亦令到中央覺得 與反對派妥協 是沒有好處的 加上這段時間 美中之間的關係惡化 已經去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北京亦看到 美國要制約 中國不是香港做甚麼可以扭轉的 因為只要中國繼續崛起 就會威脅美國的老大地位 香港做甚麼都沒有了 加上反對派拼命去外國 要求外國制裁中國 中央是覺得 一個是沒有得與反對派妥協 另外 他覺得反對派 是借中央給香港的特殊待遇 是奪取了香港的權力 起碼是意圖奪取香港的權力 上次社會運動 連立法會開會審議 政府提出的議案 都可以用 戰領立法會的方式阻撓 在很多國家 如果這樣做就當政變 所以我認為北京本身對權力 都很敏謹的政體 一定是當你是想奪權的 在這種情況下 你和共產黨奪權 共產黨當然和你死過了 所以我很早支持 我認為這次闖禍 一定是全面收回 原本給香港人的一些空間 這些空間如果你是知所行止 是好過沒有的 例如票選特首也好 之前政黨的參與也好 我記得有超級區議會 人們可以入選委會 最初真人權年代比 泛民內有一批人都不贊成 司徒說和民主黨做了 都被人說是叛徒 現在中央連這件事都收回 是假的或是沒用的 現在不給你 你就知道有沒有用 所以我相信這次是 一次過收回了之前付出的空間 令到日責 是中央先看過 不止特首的日責 而是立法會的議員 哪些都可以入責 即是入責之後才被香港人選擇 這就是要確保 愛國者治港 反中亂港者不得其門而入 這個設計基本上要達到這個目的 就是要將權力在反對派 已經佔據了一大部分的手上 一次過完全剝掉下來 有人說都沒有問過香港人 都沒有諮詢過香港人 其實這次所做的 基本上都是回應香港人之前所表示的態度 香港人對反對派有沒有劃清界線呢 對同情港獨企圖分裂角度的人 有沒有劃清界線呢 有些人是沒有劃清界線的 有些人仍然說要用選票來教訓共產黨 共產黨現在不是用修改基本法 現在未修改,修改附件的內容 仍然是符合基本法主要的內容 來回應你 所以是中央了解了香港人的取態 在香港反對派的取態之後 作出的行為 所謂諮詢 不只是想了解你的意見 其實他了解得很清楚 就是了解到你很清楚之後 作出一個回應 我相信是沒有回旋餘地 即是你去談都談不得太多 因為是十幾二十年的意見反應 總結出來他所決定的行為 香港人可能都要明白 但這個世界不是按照某些人的理念去演變 沒有什麼叫做理應如是 我聽到一些反對派的人說 你中央做什麼都行 你要講道理 要講是否應該這樣做 理念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一套理應如是 只不過你的理應如是 和北京的理應如是 不一樣而已 但事物如何發展 不只是理念那麼簡單 還要講實力地位 香港接下來由什麼人主導 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是決定了 英國原本都不想交番子 希望主權換治權 鄧小平不濟 戴卓爾也沒有苦 從那天開始 其實香港的前景都是北京主導的 即是香港人只能夠在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中國政府的認同下 去發展香港的未來 你可以爭取某些東西 但有些東西未必是必然爭取到的 譬如你要爭取香港獨立 和北京分離 要北京不要在香港有華語權 這些基本上是做不到的事 所以香港人要知道自己的處境 知道自己活動的空間 接下來才可以有一個 大家都可以走得到的將來 喜歡明家分析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